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以下節目含粗言為語 只適合成年人收看 18歲以下人士 請在家長陪同下收看 敬請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黃昏六點到八點 吳辦高深 彈球均真 啤梨漫步 節目主持人 啤梨 林匡正 通常都是 他拿政府一份 然後靜悄悄出來 再多打一份工作 起碼一個月 起碼有兩、三萬元收入 時生計的 七十至八十 中間共門 對 在每個區分不同 共門那些 他不會要求你出身 還有他要現金出糧 因為 對 因為他政府查不到 你沒有入息證明 那政府怎麼查呢 那些縱門就要求 他和他做一份假的入息 因為拿一份假入息 可以申請公意一點 身邊一個朋友就拿中環 已經幫他背後的兩個子女 就買了房子 還要一年去兩次歐洲旅行 現在飲食業的話 低於五十元是載不到人 就是要求你 那些人 是要求你 那些人 拿開縱門的 這班人工都沒有那麼高 但你拿了最低工資之後 你令很多人都卻步 不做 因為有很多人可以轉去做保安 轉去做清潔 除了我們飲食業 可以每天披給他之外 很少行業可以現金出糧 我也見過很多個案 就是有很多 四十多歲至五十多歲 六十多歲的年紀 的女性 都是用假結婚來香港 即是跟香港的六、七十歲的 伯伯結婚後 假結婚下來之後 很多身分證 就開始欺別香港的造門金 拿起香港人的福利 拿起香港人的公屋 這樣 我這麼誇張 然後自己偷偷地出來 再多打一份工作 所以其實都真的很誇張 很離譜 其實請人 都不是說你出多少錢 而是最大問題的隱憂 有很多他本身是拿著總門 出現金 第二他員工MPF 有兩個問題出現了 不供MPF是刑事的 不行的 就是要出現金 不讓我們報上去 公司要揹上他的稅 那他沒辦法 如果不是我每日出糧 日出糧 日出糧 我要這樣 他隨時 他傾人回來 他們那些 就怕被人抓 所以全部是自由間的 他來就跟你說 我回兩個小時 有些回六個小時 有些回半天 有些回全天 總之他喜歡回幾時 他喜歡幾時放假 他喜歡幾時放假 就幾時放假 很多不同業的 你不給人用 你就會有不同業的 很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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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無奈 根本 發幣假 經常去旅行 買股票 你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多富貴 是 買了股票 即用手機 變成他走去很近 走銀行 對面就是 你來 走銀行看市 那你對我去做老闆 慘不慘 你下場去 我都不理你 你有什麼裝單 就走去看市 那我就不知道 總之他不上班 他告訴你 他要付三個價 付四個價 有時候你說 你怕人手好不夠 你走了怎麼辦 他就找人來替他替他替工 沒有的 沒有暫感的 一點暫感都沒有的 是嗎 自私就要貪心 走手 叫做不做事 在政府裏作狀 又說找不到工作 其實現在你什麼工作 你肯做大班人請 什麼行業都有 你說 他們每天都在那裡 又說要縱門 縱門還要 又要 有很多要求 你不需要眼鏡 你不需要付錢 這樣 所以最不得物 就是 不懂得做的 他能夠做的 就被人說 你沒有人到我能夠做 他鬆一點 現在這樣 你老闆就不敢 跑工人 你老闆 看他 你還要放軟雙眼 還要笑笑口 大佬 看著他在那裡 大大力 拿東西來 你還要微微嘴 笑 你還想罵他 你想說他 老闆 麻煩你馬上出糧給我 以後你不用叫我來 工人問題 真真正正正 現在是很困擾 現在行內 我們很多都真的 有些做了幾十年的 都真的做了心灰意難 他們都打退行股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幾個月 很多大型的酒樓 包括上市的 有幾十間大型的 已經是倒閉 有些好的 就是那些經理 就 哎呀 變成了牙牙義氣 一包三袖 他就幫你做頭難事 你訪問一千間 我相信 有九百八那間 告訴你 是這樣的 這段話題 看來似乎 這段片子有這麼長 都足夠講一節 另外還有一個 來講二十年大陸女的典型故事 這個大陸女的典型故事 我覺得很值得講一下 中新聞做 可能大家有看過 他這個訪問 中新聞訪問 一個來港二十年的香港女人 有一個問題 就是一個由大陸來香港二十年的人 究竟是否一個真正的香港人 看完我的篇文章之後 我已經有一個答案 明天再講 再講這一段 我看到大西班牙膠 阿昌他們說 喂 不是 屌你了嗎 已經有左膠專業 說他們是抹黑新移民 我是認同左膠專業的 他們是抹黑新移民 但你們先莫 屌我住 我們逐樣講 OK 首先 他說飲食業有這樣的情形 其實是的 不用說了 我做過 2014年我做的時候 呂王那些都叫我不要開 很多人都叫我不要開 但我覺得OK 你不開又不知道做甚麼 不開又不知道做甚麼 我都覺得會 你想想香港人 當他工作了 或者自己退休 或者真的 去年到中年沒有人聘請的時候 連我啤你都說不開又不知道做甚麼的時候 似乎做食 不是簡單 最有把握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經常出街吃飯 難道真的這麼窮都要吃的 其實最主要就是香港工種不夠 每個人都做 都在服務性行業做 喂 我想做雞 但我沒有快稀 OK 於是做飲食 但是飲食 在幾樣東西之下 都令到他很難為失 其實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 都並不是最低工資 這個都是有些傻出 有影響的 為什麼呢 好像剛才的老闆說過 因為有最低工資 有些人寧願去做Security 去做一些沒那麼辛苦的事情 但對我來說 對有些人來說 我跟很多人說過 其實 我有些飲食業的 你也看到了 那次那個女生阿姐 說他轉了做Security 最後他頂不住的太悶了 他寧願回來做食物館 OK 其實都是有影響 但是最主要就是租金 就是飲食館 當然是 租金就佔成本中的 如果有這麼多 競爭這麼大 租金這麼貴 OK 人工 為什麼呢 你請多些人 因為你開得多 對人的需求就多 那個行業 OK 你就唯有用多些錢去請人 嗯 那你用多些錢去請人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他貴了 嗯 其實問題就是開得多 而多些人工又貴 高金又貴的時候 就只有接 嗯 那位老闆 很快 你們現在說 很多人都會說不做 很快就可以請到便宜人 那你 就是經濟下落的時候 那時候就變成是沒有人幫襯 嗯 嗯 那這些 這些 就是這樣的情形 其實就唯有自己想 究竟你喜歡哪一樣東西 嗯 由頭到尾 為什麼我說香港 我覺得沒有希望呢 就是我想不到他的出路 嗯 為什麼我有些年輕人 為什麼我去訪問那些人在大馬 屌你老闆 是個個都找到東西的 嗯 是個個駕駛車屌你老闆 屌你老闆 所以我看到香港那些 經常說不行不行 那些傻子 我如果跟他說完之後 他仍然是這樣 香港話實不不行 我便知道 嘻嘻 嘻嘻 他連連2千元買張機票去看也不會去的 是放棄自己在那裡怨 是該死了 喂我怎麼辦 我又買了一個家屋 我打電話過去 嗯 好似你老闆 人是一定要為自己的 真的 自己的前途負責的 你不能夠去 那樣那樣那樣 OK 社會就是了 為什麼最想到辣的時候 是有人嘆氣呢 最好的时候 你猜有没有人破产啊?1997年 1985年有没有人破产啊?1988年 好了 说回这里 为什么我说他抹黑呢? 首先有条题是这样写的 新移民厄中援实放 这条题当然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新移民厄中援有没有?有 我们很想理性的 厄中援的又指不指新移民呢? 土生土长的有没有厄呢? 又指不指呢? 其实呢 这件事也是回到另一个位置 其实这些有什么福利制度 我现在有演化和几年前的想法有些不同 首先我们实际上要这样说 有些人说 以前我们都没有中援的 每个人都靠对手 我们的父母都是这样说的 现在养人都恨人了 一个社会富裕的这个制度 林康晴 你认为需不需要有一些基本的社会保障 好像中援 如果你没有 那些人便会选择挺而走险 其实也是一个社会的保障 其实根本就是一定要有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我也没有说什么人不人道 难道你可以看到一个小孩 一个孤儿 一个寡妇 一个老人家 在路边饿死你 你们不看他吗? 你政府没钱的时候 以前也是这样的 真的要教一些邻居 黄白牙 你咳牙 我带你去什么 就是给一些教会 我才应该拿没有钱 给一些教会 事愿机构 到时都会不去荷兰水卦 但现在社会有钱 政府要做的 我是完全不会反对的 甚至乎我认为应该有 甚至乎我认为有很多人很久不见 不只是你们口中香港人 是包括新移民 都是很多不见 为什么呢? 坚决不拿中门 明显跳楼 我们看不自己得多 是啊 拿中门会被人看不起啊 我会找到公共不可中门啊 如果是什么 但是我们一看 原来这么严重 老婆死了 你一个人大担着两个小孩 12000元 房屋了3200元 小孩虽然是独公立学校 又有这样那样 你也夹了 金剑爪 你也不肯去收入中门 然后宁愿下午吃个面包 没有欠钱给小孩 云狠了 为什么我说得这么流畅 因为我亲眼见过 我认识这些人 他跟他看楼 下午跟他看楼 10年前 看起来云狠了 我说 阿哥 你干嘛 可能我太饿了 我没有吃饭吗 他跟他看楼 他没有想着自己顶不住 四十多岁而已 三十多岁而已 吃个面包 两天 他没有想着自己顶不住 做厨房的 因为是这样的环境 那些人 我说你不去拿中门 他说不行 他说是新移民 我不是说要欠他 政府就能怎么做呢 于是我们就去查 但是以政府的资源 基本上 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做个案 去查 分分钟查 这些东西 就比给他更贵的中门 所以这些社会 这些情况下 就只能够是一个 你能够相信 外国是否做得好 其实外国也做得好 很辛苦 因为 外国人就未必是滥用 你不能说是滥用 外国人投了你这么多年票 他给了这么多岁 他认为他用是天公地道的 我们看外国 外国政府也有这么宣传 譬如有些视频 你不要说什么样子 我都一时忘记了 他说是Wrenman 你不要说什么样子 打拳 后来他很穷 后来他一开始 找回钱 立即拍镜头 去还一些社会 给政府 外国也会鼓励 但你猜有多少人还 当然不会多 但是相对底下 你说如果在大陆下来 是假结婚的 一下来 又有些社工帮他拿居屋 又申请他上楼 教他说老公斩她的婚户 他已经在整个方言体系里 本身在大陆下来 已经有方言体系 下来香港人是这样的时候 他不认为骗中门 就笨蛋 你老母 老实说 我差不多 知道的 我还在食物馆 其实所有老闆 都会跟我说 那些伙计和我们聊天 都是朋友的 十个八个都是part time 十个八个都是part time 因为要拿中门 当然 我要跟那些拿中门的朋友说话 包括这些 香港 我经常说香港也很冷 因为我认识得太冷 你想想香港人 就算做地产 一个月出六七匹的粮 都说可不可以这样 给现金 为什么 因为要申请公屋 或者居屋 之类 就是一样有 所以这些题 其实 你不能说错 但这些题最多人看 新移民 骗中门 下面是会认识新移民的 那是直接认识的 但记住认识 我这么想要认识大陆 是的 我也是这么说 有时候 我们真的要case by case的认识 去到每个人的时候 真的要逐个看 老实说 那些老板说 还在富贵帮子女儿 买楼或月入三万 这些就很容易 sidecheck了 令人认识骗中门 就可以这样富贵 我告诉你 你去月入三万 你真的要计计到极端 要计计到极端 有四个小孩 小孩就算是相残 就是这样 然后可能有万四五五五六十 又要计计到 一百个小时 一天翻十个小时 一天一千元 翻十二十天 二十天 你要计计到这样才有两三万 而 那怎么去欧洲 怎么买股票 这个就是我想说的 我跟大家说 说来说去 香港没有准备权 根本大陸下來的人 很多人 本身在大陸也有錢 尤其是如果以前下來 團聚十幾歲 他當然沒什麼錢 四五十歲 大陸有幾層樓 花園洋房 千萬身家 他現在來團聚 團聚為何走得這麼快 都還給錢 那些人下來 就拿中環 因為是一條龍 登記成為選民 還拿到公屋 有沒有看過 上次我們有個老舊記 他住在啟程村 他說一到長假 全村沒有人 很多人都在香港 那些人都回大陸 那他叫啟甚麼村 啟程 你香港連第一關都守不了 即是我們歸根究底 那百五個 你其實說這些全部浪費了 你不需要去製造歧視 或者製造分化 你不需要去製造 一定是這樣 你不需要去製造 我才懂得多 好話不好聽 我也懂得有些 你不需要去製造 香港人是這樣的 他還好想沾沾自喜 覺得你們笨笨拆 我叫他聖 真的在這一點 真沒誰給誰給高高上 你說相對底下哪些人騙得多些 我跟大家說 根據人口比例 我也認為香港人騙得多些 人口比例來算 為甚麼呢 你自己去屯門看看吧 即是現在可能要去天水圍 你自己看看 多多多 因為老實說 就算是香港人 你今時今 你說 如果你跟我說 很難找到一份長工 騙夠人 看你怎樣定義長工 因為他們說沒有長工 就是想不給公職金 但其實所謂的強職金 強職金基本上 你只要回很少的時間 不知一個星期三兩天 你已經要給了 是呀 屌你了 所以真的很慘 當然 我也這麼說 你一天其實沒有這個審批權 你說甚麼 沒用 那我審批權會不會給你 其實審批權未必不肯給你的 我認為 審批權在某一程度 怕甚麼給你 因為當審批他們的人 都是大陸的人的時候 他有兩所謂給審批權利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跟我說 我不是呀 我是龜英派 我要再 我是龜英派 你不要搞錯 我支持港獨而已 我支持任何 因為我支持任何 反對現在香港這樣的情況的理念 OK 你真的不要搞錯 我是屌你獨派 理論上我是屌你龜西派 屌西洋 屌你了 就是 你老實說 給你們現在給審批權利 即是他們用那個理論 給你們極直選 是甚麼所謂 屌你都控制了 明天 我不知道你看過這段沒有 就是這個 訪問這條女兒 有沒有看過 屌你了 我還浪費了 我要繼續回去 三張紙 屌你了 很typical 大陸移民到來香港20年 屌你這麼typical的香港人 typical的大陸人 所以再不要跟我說 大陸人跟香港人不同 就要一勾仰 休息